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猫小安姐 说到微信,我们是每天都在使用 但是大家知道微信里的隐藏小功能吗? 双击微信左下角又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今天就跟视频一起来看看吧 我们每天都在使用微信 但是大家知道微信的隐藏小功能吗? 今天来说一下双击微信左下角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第一,查看未读消息 可以看到下方我们双击两次左下角 神奇的事情就发现了 未读消息呢,就会被置顶 处理完一个对话之后 我们再双击一下 可以看到另一条未读消息就会置顶 特别是在平时忙的时候没有及时看到微信 但不忙的时候又忘掉这件事情 那么我们双击左下角之后 他就会弹出未读消息了 就不怕漏掉重要消息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提醒功能 接下来我要说的第二个隐藏功能 平时好友给你发的重要消息 让你做什么事情你又怕忘记 这时呢,我们就可以长按这句话 他会弹出一个功能表 我们可以看到下方有一个提醒功能 打开后在这里呢,就可以设置时间 比如我们设置明天 选好明天之后我们还可以选几点 那么就可以选择16点 选好之后下方有一个设置提醒 点击它就可以设置完成了 这样在明天下午16点的时候就会提醒你 有了这个提醒功能呢 就不怕忘记重要的事情了 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接下来再说一个第三个功能 同样是提醒 如果你想等哪些好友的重要消息 可以点击聊天框上方的三个点 这时会出现一个提醒功能 我们打开提醒 打开提醒之后呢 只要在三小时之内 对方再给你说一句话的时候 他就会提醒你 这样就不会错过重要的消息了 所以在微信上 如果你觉得重要的消息不想错过 那就可以设置指定好友将它提醒哦 第四个功能就是制定朋友圈 像你很多朋友在空闲的时间内 一般都会刷一刷朋友圈 那么看的时间久了 浏览的内容就会多 如果这时想回到朋友圈顶部 还要不停的往上翻 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小方法 只需要双击朋友圈呢 就可以立马返回到顶部 操作是非常简单 可以看到朋友圈上方有空白处 只需要轻轻点两下 它就会置顶朋友圈 返回到最新的发布朋友圈内容 这样就不用一条条的往上翻了 是非常的方便哦 第五标记未读消息 只需要长按一下消息 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一个标记未读 那么这个功能呀 就是我们不小心点了谁的微信 又不想让对方知道 那么我们就可以将一看的消息 变成未读消息 由于手机型号不一样 有的手机呀是长按 另一种是往左滑 可以看到有一个标记未读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没想到微信还有这么多的隐藏小功能吧 那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 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